咳咳咳 咳咳 OK,開始錄影了 呃,可能還是要先說一下 各位如果還有看到這部影片 那就代表還不錯,還沒有發生我不想要發生的事情 因為接下來我要述說的內容呢 大部分可能還好啦 只是畢竟我會以自己的觀點實話實說嘛 所以有些話語可能會讓對方…不太開心 我實在有點怕對方一個行動就把我整個頻道給制裁 但這真的蠻值得讓我探討一下的啦 有些產品對我來說實在是過於有趣了 而我是從哪裡買來的,我不會指名道姓 知道的人也別說出來 反正我就是當一個3C公道婆啦 不是有意要冒犯,我也不想得罪到誰 OK,講完前言,就讓我們正式開始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你目前正在看這影片的觀眾 我相信有八成以上都看過這部影片吧 當初也算是因為這部影片,這台平板電腦 而從此奠定了我詐騙商品型YouTuber的名號 說來為妙啊,因為被詐騙而聞名的創作者 我都不知道是該開心還是無奈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絕對是更難以言喻的 那就是時隔多年,我又要再拍一次這樣的題材了 欸等等,我指的不是詐騙題材 畢竟是不是詐騙還不能直接說死 我指的是我手上的這個產品啦 印象中的拍支部平板電腦應該是2019年的時候吧 也就是說距離五年之後 治安外型的產品依然還在市面上流通著 那說實在,會有這現象完全不意外 因為這麼多年下來 我的確還是會在比如知名海鮮賣場 以及各種ES網站看到它的身影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過 這是它出現的地方 不是網路賣場 不是可疑網頁 而是... 電視台上面 就讓我們點開來看看吧 這個是有人在某threads留言 tag我的貼文 怕有版權問題 所以我會將畫面給模糊加上變音處理 反正各位現在看到的 是一位網友翻拍實際電視上的節目畫面 那這個節目就是大家熟悉的那種促銷購物 會有一兩個人在那邊大力宣傳 畫面還有倒數計是這樣 然後旁邊的標題是寫著 2024全新主流高速證實核心新品發表 底下的價格為台幣5970元 然後沒錯,主持人拿著平板電腦 就跟我手上這台外型超級想像 不過我就在想 當時在threads上面看到的 也僅僅是別人翻拍幾秒的片段 這個完整原始片段 究竟還找不找得到? 結果不找還好 一早不得了 首先這是他們這個購物台的youtube頻道 那我就點進他們的影片去發現 欸?只有六部影片 可能是他們會把舊影片給下架吧 但是看看這個封面 雖然我這個畫面也會馬掉 不過這個輪廓,這個顏色 是的,就是那台平板電腦 而且這部影片其實不是當初threads上的那期節目 它是大概幾個月前的 標題還寫著 搶攻2023全新發表 正式核心超級平板 市價15980元 然後右下角的標價為5980元 意思就是它砍了1萬元然後賣你 然後threads上的畫面是5970元 所以看來過了幾個月後 這產品跌了10塊錢了 反正我們邊看影片邊評論啦 好,馬上推薦UB與國搶攻2023年最新發表的 正宗十核心的超級平板 擁有黃金大視野十點 好,等一下 各位等等可以計算一下 它在這部影片三分鐘裡面 講出十核心幾次 而且是超越主流的旗艦高規 哦,超越主流的旗艦高規 聽到這句話一般人可能會有些期待 但是懂的人就知道這句話是有多麼不妙了 那其實現在角落的標題也寫著 正式核心CPU加2GB的DDR3記憶體 2GB這個數字好像也有點不妙對不對 沒關係,等等各位就會知道真相了 大家記不記得有鬧平板荒 有鬧比激型電腦荒 因為疫情改變人類生活 你知道已經在遠端教學了 已經在遠端做作業了 已經在遠端做上班了 這叫行動辦公室 對,它講的是疫情期間 但是這個影片好像大概三個月前吧 疫情期間好像也已經過了 沒關係啦,反正就推銷嘛 那你要什麼,隨身行動工具 好,我們先來看現在這一台 我們先看它的外型 對,老實講 10.1吋是所有你在使用平板電腦的最佳黃金比例 這我算是同意啦 以前都拿太小然後就一直看 然後你們就會畫它 手機也可以看啊 但螢幕太小 沒錯,各位 回到家,不要看手機 對,不要看手機 我們讓10.1吋的黃金大四元 對,我們讓10.1吋的黃金大四元 看電腦追起還不錯爽 你就會說我家有手機啊 手機大概通常都是5吋 5吋 好,講到這邊都沒有問題啦 畢竟你拿平板電腦看影片 那個爽感覺是比手機好高很多的 但是它現在的這個比較畫面呢 我可能就有話講了 雖然這個畫面還是被碼掉 但是它就是放了三台裝置 最左邊放的就是那台平板 然後終於它放了一個可能是7吋吧 反正不知道是哪來的雜牌平板啦 到這裡還沒什麼問題 但是它右邊放的是一台手機 那個手機是一個5吋的大小 但是請問一下 現在手機哪有5吋而已的 所以它放的是什麼手機呢? 它放的是HTC的M7 你旁邊標題都寫著2023年新品了 好一點的平板是在7吋 7吋 10.1吋 對 所以光視覺效果你看同樣一個畫面 沒錯 然後它旁邊已經有寫出它這些規格來了 除了剛剛講的記憶體大小之外 它這邊也寫著後鏡頭1300萬 前鏡頭500萬 下面還附註著拍照錄影直播 提供絕渣高畫質 同樣的大小差別的視覺的這個舒適度 就差非常非常大了 對 雖然它是最新的 連發顆十核心 沒錯 超級寶 好記住喔 連發顆十核心 而且是最新的 重點是在這個最新的 1公分 1公分 然後它就在展示它有多寶 然後1公分 你如果說現在手機1公分的話 可能還好 因為那個鏡頭摸住很厚嘛 但是平板電腦1公分真的不算是輕薄 完全不算 500公克 大概就存吃茶 500克存吃茶的重量 全部背後是鋁銘合金 第一給它做到消光處理 所以你沒有指紋 不會了解它的彈性會非常好 這邊它講的是沒有錯啦 鋁銘合金嘛 而且又是霧面的 所以摸起來的確是不會沾指紋 那閃熱絕對也是比塑膠更清楚還要好 反正這個畫面就是放著它左邊要賣這台平板 然後右邊寫著他牌四核心 然後再進行一個遊戲比較這樣 雖然這個遊戲畫面好像不太一樣啦 不過應該是同一款遊戲沒有錯 然後左右的順上度也確實是有差 一定要買高規 那適合心理大家我們來看一下 好的 各位現在人不會用一台平板子做一件事情嘛 對 你是同時上網同時打電話 沒錯 同時看待了訊息 對 同時看其他的影片 沒錯 各位我們來看喔 每個影片每個動畫都在動 每個都在動 其好效能 我在滑的瞬間都是非常流暢的喔 呃它講這句話的時候 它這個動畫好像大概20fps吧 反正它就是放一個相簿啦 然後裡面所有的影片檔都在播放 所以嗯那好啦20fpsOK啦 但是好像也不到順暢就是了 我剛剛講的這一台除了說 可以讓你當作呃 娛樂獨具之外 對 是它的休閒娛樂更多元 更多元 變成那個動力感知器 對 所以我的平板電腦本身就是方向台 就是方向台 就是超重感 對各位應該也可以想像到那個畫面 它就是拿著平板這樣子 遙控那個賽車遊戲 但這個順暢度好像也同樣只有20fps啦 對 所以玩賽車超帥的 超帥的 超帥的你看到 非常非常好 今天這一台裡面有三插槽 沒錯 有一個記憶卡插槽 可以破綜 另外還有兩張信卡 這個倒是有點不簡單啦 因為的確是蠻難看到 有一台平板電腦可以支援三個插槽 就是同時兩個SIM卡跟一個SD卡這樣 另外各位很簡單 這裡有一個電話的標誌 等於說是一台十核心的智慧手機 各位 十核心智慧手機下一台要三萬多吧 十核心的智慧手機要三萬多 這個我們等一下也會好好探討一下 那剩品呢來基本的先送 基本的包含我們這個原廠的觸控品 再來部分我們這個原廠的鍵盤皮套 對 然後他說他會送四個贈品 一個是皮套鍵盤 一個是觸控筆 一個是真無線萊牙耳機 一個是萊牙音箱 下面都有標出他的市價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僅況參考 而且我放的是幾個月前的影片嘛 雖然那個THUS帖文裡面的節目 送的東西可能也不太一樣了 大家不陌生 鋸電源又很強 沒錯 然後又防水 這個這個我從來沒有賣過 對 2023最新的 對 錯誤控斯而且它是香檳機 對 香檳全部開放私用 好啦所以反正後面 他應該都會介紹他的正品的 那這些正品我不是很想講 但是怎麼感覺好像 跟夾娃機夾出來的東西差不多 好啦講了那麼多 沒有實際帶大家體驗產品 一切都是白搭嘛 你說阿哲 這不就跟你五年前那台 照應平板一模一樣嗎 再買一次 不就只是介紹著相同的東西嗎 老實跟你講 我原本的確是這麼想的 我都準備要砲轟他們說 五年前賣三千我都嫌貴的東西 居然重新再賣一次 還賣快六千了 直到習近拿到這平板之後 我才發現 嗯 原來我好像才是小丑呢 話不多說啦 來看看當初的開箱VCR OK 各位 這邊是幾天前 準備要開箱這台平板電腦的阿哲 沒錯 這個貨已經到了啦 其實是比我想像中的時間還要再快一些 應該說我以往接到這產品的等待時間 都是需要兩個禮拜以上啦 但這畢竟是一個知名購物台嘛 所以寄來的時間是快 也是不讓人太意外 而在開箱之前呢 也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箱子目前是完全沒有開封過的 因為拍這個片段除了要記錄給大家看之外 也算是對我自己的一個保障啦 就是證明我自己從完全沒有開箱 到開箱過後檢查出規格來 我都是沒有動過任何的硬體內部的 所以這邊也會有標準時間來幫我作證 到時候真的有需要的話 當然希望不要發生啦 我就可以把這個錄影檔一刀未剪 丟給有需要的人了 總之我們現在就畫下第一刀吧 那照理來講裡面應該也不只有平板電腦而已啦 對果然就如節目裡面所說的 他寄來了一堆東西耶 有這個智慧手錶 看起來一點Apple Watch但當然不是啦 哇你是在幫我各種找新題材是不是啊 就給各位看了幾眼啦 因為這不是影片的重點 好看完了齁收起來 再來這個我就比較熟悉了 應該就是節目裡面所稱的皮套 對它甚至是有鍵盤功能的 這個我應該也不會拿來用啦 那這應該就是平板的盒子了 不過在這之前呢還有附另外一個東西啊 看到TWS應該就知道是個無線耳機了 對贈品真的是相當之多啊 同樣給大家看個機眼就收走吧 反正這個才是我們要看的箱子啦 這邊寫著Tablet PC 然後整個箱子的風格就很像是那種以前的那個叫什麼 叫做Futical Arrow的這個東西啦 反正就很有2000年代的感覺 這邊還有Android的Logo當然是舊版的 並且只是繼續強調Tablet PC跟Android的 這個Android可是強調了很多次啊 不僅這邊有然後這邊有標示顏色 但是我買的是哪款它沒有標出來 然後另一面呢又是另外一個Android Logo 欸我發現它六面的Android Logo都齊了耶 這個也太奇葩了吧 從來沒有看過一個Android device的盒子 六面都有Android Logo的 好啦那我們就要來進行第一次開箱了 3 2 1 你看這整個包裝方式真的都跟我之前買的那個散寨平板完全不一樣啦 反正這台外面有用泡泡紙跟一層薄膜來包著 先來看看底下配件 這邊有個十分簡單的說明書來教你怎麼去插SIM卡跟SD卡 居然還是比較傳統的大卡尺寸嘛 這邊附了一個USB充電頭 它的瓦數是10W的 以及Type-C充電線 每一台平板電腦不是MicroUSB的嗎 還有一個看起來很像是AirPods Pro但是不太像的耳機 喔 底下還有放東西 除了保固卡之外還有這個說明書 直接了當的寫著平板電腦使用說明書 這還蠻貼心的啦 這是當今一般手機裡面沒有的東西 總之就來到我們的重頭戲吧 雖然我對它的外型早就已經略知一二了 但是 強烈的計時感直接撲筆而來 我是已經有點忘記五年前開箱的時候 有沒有貼保護膜在上面了啦 但至少以這台來看它做得不錯的防護 好 然後在這之前我再次聲明 我沒有對它做過任何的硬體改變 軟體上當然也是沒有的 欸? 欸? 所以它再寄來我這邊之前它已經開機了 哇 這是什麼即買即用的概念嗎 反正介面等等的我會在正片的時候再探討 這邊我們要做的就是去查它的各種規格啦 所以我們所要就是得登入Google商戶了 其實我得老實講 它整個的運作反應是比我想像中還要快一些的 所以它內部的硬體規格可能正正跟我手邊那一台不一樣 反正我們就是先安裝幾個可以看它正式硬體的軟體上去 還是得好好查個清楚嘛 好的 首先螢幕解析度是1280x800 但是平台的話呢 這邊顯示MT6797 Android系統是8.0 記憶體大小是3GB 然後儲存空間是32GB 喔 這些資訊可能都還不是對的 我等一下會開其他的軟體來交叉比對一下 那這邊也寫了它是Helio X20 然後有10核心 喔 所以它確實是有10核心的 至於時脈的話 大核是2顆2.3GHz 那小核是4顆2.3GHz 那就來看另一個軟體寫的資訊吧 同樣寫的MT6797 然後3GB的RAM 螢幕解析度重量是1280x800 這看起來應該也是沒錯 這個螢幕尺寸肯定是錯的 但是從這邊來看通常都會是不標準的 這個更新率80Hz嘛 也是參考用就好啦 電子重量在這邊表定是6000mAh 那開另外一個軟體可以看到 它確實就是10核心有在上限 這邊同樣寫的1280x800的解析度 3GB的RAM 32GB的ROM 機型寫的Unknown DeFi不知道為什麼 但這不是重點 那基本上可以確定它是Helio X20的處理器了 好的 接著我們來看它的相機 相機機面什麼都不重要啊 我們要看的是它前鏡頭跟後鏡頭的畫素 所以我們就前後鏡頭各拍一張看看吧 然後點進相簿的詳細資料 這邊寫的3120x160差不多就是1300萬的畫素 至於前鏡頭的畫素是1920x2560 差不多就是接近500萬畫素 至於有沒有4G網路基本上也是可以確定了 因為X20這個SoC本來就是有支援的嘛 總之開箱初步檢查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麼就讓我們回到這邊吧 對 反正開箱完了啦 那現在既然兩台都有了 就要來比較一下它們有什麼不同吧 這畫面實在太荒唐了 五年前的我壓根沒想過 我還會買第二台這樣的東西 而且居然還是升級款的概念啊 總之背面完全就是相同的顏色 走蘋果的玫瑰金鋁合金路線 欸對 現在的鋁合金外殼已經不常見了耶 質感比塑膠要好啦 這還是要給點鼓勵 閃時都用上鑽石切編了 然後背面的外觀差別好像也就只有 底下喇叭孔位置不太一樣了 上面這塊通常就是要你插SD卡與SIM卡的地方嘛 但是這個孔呢 好樣的 新的這台還真的給我升級到Type-C了 原來這個製造商還是有持續在翻新模具啊 就是跟蘋果的iPad很像啊 乍看之下每袋都長一樣 但實際上還是會做出一點小改變這樣 喔沒啦 我這台就只是模型機而已 但如果你是真的已經入手新款iPad Pro的用戶 拿個實用的保護殼套上去 還是有必要的嘛 來 現在就向大家介紹的Lout這個品牌 它來自德國 專注於做出許多手機平板的保護殼 以及各種包包配件等等的 比如我這款Prestige Folio MG 它就是功能超級多 不僅這邊預留了給你放Apple Pencil的空間 也要給你多段的置放角度之外 後面居然還是可以旋轉的 這樣你想要直著放也可以固定住 平常所拿這種的時候 還能將後面這塊拆掉它是磁吸的 那保護性當然也不用說嘛 像這種都是有通過防摔測試的 那你想要簡單一點的話 這款叫做HUX Folio 作為一個簡潔輕量風 有放Apple Pencil的話 它這邊有個巧妙設計 這個地方做了個筆槽 所以就可以讓你在收納的同時 或者是用iPad來為它充電 那保護殼也有各種不同固定的方式這樣 無論值得橫的都可以用 而除了這些之外呢 對這些都是LOS的蘋果保護殼們 有iPad的 iPhone的 AirPods的 Apple Watch的 其中iPhone保護殼我覺得蠻酷的幾款 首先是這個Revive Prop 它巧妙的把MagSafe跟立架 融合進一個保護殼內了 然後這個Crystal Matter X 對方甚至是有這種波浪型 一顆一顆的紋路 主打的是一個人體工學這樣 還蠻色的 反正各位對LOS這牌子有興趣的 網址有放在影片資訊欄了 看完這部之後 就點進去吧 他們還有一堆其他產品了 好啦清場清場 回來介紹我們的主角 機身右側 耳機框同樣放在西外的位置 那按鈕是都在這邊沒錯啦 只是又一個出乎意料了 新的這台按鍵品質好超多 除了回饋感明確之外 這晃動程度之低 已經超越許多手機了 你看五年前這台按鍵是什麼鳥樣 我來給各位聽一下齁 然後正面同樣都是白色邊框啦 只是有些人應該看出來了 這兩台的螢幕尺寸還是不太一樣 比例是相同啦 不過新款的更長更寬了 那邊框也有縮窄一點這樣 下面這個圓形Home鍵裝飾線條更粗了 更有iPad的感覺了吧 打開螢幕 這兩台的內建桌布都是這張 但是介面整個更新了 其實這台已經可以上滑進入程式級 不過圖標不像舊版那樣還有另外裝飾 我們先拿跑出來齁要有耐心 系統版本 舊版寫著7.0 實際上是6.0 那新版就是實打實的8.0了 原本這台還另外告訴你 它的CPU有8核心 實際上根本是在開玩笑 你們剛剛也知道了 這兩台的順暢度簡直是天差地遠 像是我同時開個Chrome好了 舊版甚至點下去那個還會延遲一下 新的相對支下一整個就快很多 喔對,另一個讓我相當意外的 還有這個 你們仔細聽 沒錯,這傢伙新增了震動馬達進去啊 品質是普普啦 但實在也有表現比他還糟的手機 再來還有一點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開箱之後我不是有看到這台螢幕更新率 我當時不以為意 小時候這數據的確有無報的可能性 直到我Off Camera的時候滑了幾下 驚覺這順暢感好像有點不對勁的微妙 於是我立刻上網搜尋UFO Test 對,這平板 這平板真的是80Hz螢幕啊 我們先姑且不認80這個有些少心的更新率 而是...就... 為什麼? 我在買它之前本來要完全開噴了 現在你給我一個比iPhone 15還高的更新率啊 然後螢幕亮度呢 這台有在亮一些些 但當然跟主流裝飾無法比 色彩也有更加鮮豔 可視角...是都很糟啦 但這台好像也有改善 而且當你認為這面板與表面的空隙很大的時候 看看五年前這台吧 它可是更大的呢 那處理器有給大家看過了 聯發客X20、正正的10核心 幾乎說都沒有錯 但我還是要講啊 主持人說什麼現在10核心手機要3萬多 實在是超點滿滿 第一,以當時搭著聯發客X20的手機來看 台灣有上市的其中一支是Sharp Z2 開賣價多少啊?8990 那這就要說到第二點了 那就是核心數不代表一切啦 像當年高通陣營的旗艦處理器是S820 它也只有4核心而已 現在高通的S8券3也只有8核心 那你總不能說這個X20比S8券3還強吧 不只這個節目 一堆賣電腦的商家也都是將核心數掛在嘴邊的 遊戲是那俗稱羊垃圾的處理器啊 真的,多核心不代表就能跑多快 像聯發客X20已經是20奈米的製程了 跟當今30奈米的無法比啊 不過有贏過5年前的這台不少啦 各位還記得吧 這台28公分製程的 對,28公分 那我裝了兩台都能運行的Geekbench 4來跑個分 結果一台不到1000,一台4700啊 差了將近5倍,人家單核就打敗對外方多核了 這台這樣的成績差不多等於蘋果的iPhone 6s 所以這樣給他跑系遊戲台真的沒太大問題 當然沒有節目說的那麼浮誇啦 只是你看,像Siders2他還是能跑的 這台上代根本不敢想 但是這喇叭嘛 我只能說跟上代相比 他沒什麼長進 你完全不會想拿他來外放看電影吧 螢幕可能還能看,但外放不能聽啊 然後即使你截耳機好了 拿這台打音樂遊戲其實也不太適合就是了 觸控跟上代一樣糟 各種奇怪現象一樣樣來啊 喔對,還沒給大家看他支援機點觸控 最多就5點而已,再多就不行了 但是你知道嗎 上代這台直接給我支援到10點觸控啦 是的,沒有我的知識又增加了吧 五年前的照片平板也具備比當今iPhone還多的觸控數喔 那這幾天我也帶了這兩台出去拍照比較了 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 已經能看到新款的畫質更加細緻了 但微妙的地方是 這款主機頭的廣度反而還比較廣 那碰到逆光,兩者的HDR都還是不行 偶爾新款的白平衡甚至會更偏 不過一旦到了光線稍微不足的地方 新款就毫不猶豫的直接碾壓了 色準更準,畫質也好了不止一個堂次 晚上的暗處就款直接擺爛 那新款就有這種十年前期間手機的美感 現在是這兩台平板電腦的錄影測試 可以看到右邊這台的順暢度明顯比較高啊 應該是沒有到60fps啦,但是應該有30 那目前外面是下雨天,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兩台平板能不能歷經這樣子的 呃,滴水啊之類的 一點點應該是還好啦 那我是有在想我要怎麼補救它啦 所以我甚至是裝了這種 號稱可以解救一些低階相機的Gcam 結果我試的那幾款都不管用啦 所以就讓它的相機表現停留在這邊吧 那我們就來統整一下啦 依照這節目內容與網頁所提及的規格 來看看有沒有出入 首先被主持人講了幾百遍的十核心 OK,他有啦 但是主持人有說一句 他是最新的聯發科十核心 這個就不對了 這顆SOC早在2016年就出了 而且必須再說一次 十核心真的沒那麼厲害 螢幕有沒有10.1吋 前陣子我量過了 的確就是這尺寸 順帶一提 這款這台大概是9.6吋的 然後節目說這平板的牌子是UB 雖然機身沒寫 系統也沒標啦 不過背面貼紙確實有註明 他是一間叫做 雨波數位科技的公司所製造的 那可能UB就代表雨波吧 2023年發表嘛 不知道 maybe 就是放了個好幾年前的一體規格這樣 而且這台也確實真的是2024年製造的 超主流旗艦規格這個絕對就有話講了 整台平板只有十核心扯得上旗艦的邊啊 2023 24年沒有一台規格跟他相近的平板 改用旗艦規格之稱的 所以試駕15980這個 好可能你當初真的開這價格吧 如果這東西真的賣將近16000的話 我只能說一句你好意思了 再來節目裡面說他有2GB的記憶體 呃實際上不是啦 13GB 這就是俗稱的反向虛標 接著就是購買網站上面寫的規格 這個就真的是漏洞白出了 前面三項是還好 不過中央處理器這裡根本不是華為的 是聯發科啊 處理器型號直接寫10核心 內結G-Sensor完全就是亂錄的 甚至失賣這裡還再寫一次 其他地方還好 記憶體就不是兩句以下了嘛 你這平板就是3GB的 記憶卡插槽他也有啊 但這邊標沒有 電話、通訊、感應器、傳輸介面、電池塔 明明也就都有 但網頁就是全沒寫到 我不懂有需要攔成這樣嗎 不過不愧是大公司啦 記憶的效率就是高 下單很快就收到了 只是我們還是要以一個公正的角度 來探討花5970元買這產品 究竟值不值得 比這價格以全新平板來說 終究算低價嘛 而且各位可能也不太清楚 現在這價位究竟能買到怎樣的平板 那我們就來看看嘛 這邊就有很多五六千元的平板電腦 TCL Type 10 FHD 市價4888元 首先這台外殼也是金屬的 然後外面有一層塗層 誰在直感好了 這個見仁見智 然後這台有4G加128G 比我的3加32G多上不少 雖然這兩台儲存空間 都能靠SD卡來擴充 但Range就不行啊 2024年只有3GB真的不太夠用了 那它搭載了Android12 比我的Android8.0還新很多 這台處理器是聯發科的MT87681 又稱P22 跑分比X20高一點點啦 是沒差太多 但我剛剛說的記憶體跟系統版本是重點 TCL這台一定更能佔未來 不過這台只有Wi-Fi版 不像我這台還能插兩張SIM 這的確也是需要講的地方 再來聯想的Tab M9 這台更便宜的 而且還有LTE可以用 也是金屬機身 RAM跟ROM是4加64G 然後可以插記憶卡 系統也是Android12的同樣的年愛我這台 而且它的處理器是聯發科的G80 這顆就明顯更強了 所以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這台平板 它就是不值5970元 除非你對80Hz的螢幕情有獨鍾啦 但我是覺得沒差太多 所以各位在買任何東西之前 還是要多加查證與比較啊 不要以為都能在電視上面播了 那買了就一定划算 今天這個產品我不會說它是詐騙啦 但我認為已經有到 靠著畫素吸引無知老百姓的程度了 今天如果這個東西價格是合理的 那我認為有一些畫素促進買器是沒問題 問題是以當今2024年的標準來看 說實在 我覺得這產品開價3000元已經是極限了 不過它還有送手錶耳機鍵盤那些的 好啦那3200啦 反正這個產品 我完全不推薦大家用那個價格去買啦 剛剛說的那些好話 絕大多數都是跟五年前這台比較出來的 只是這真的是讓我超意外的點啊 在這樣的去殼中能得到嶄新的體驗 完全是個意想不到的違和感 總之如果各位還想看我這種奇怪產品的開箱介紹 就考慮訂閱之中一下吧 也記得按個喜歡再走啊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